在刘海平手机大潮的今天 想要找出一台与众不同的手机 已经比较难了 但姬海中总有一个坚持原则 特别是那个不为利益趋向 坚持前行打造产品的内阻 更是让人怀念 Hello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的PC online科技时间 我是秦涵 这四个月时间不到 黄章又打造出了全新的牛刀 魅族16 就是我手上这两台 作为一项注重于手机设计的厂商 不知道这一次 魅族16延续魅族15的一大一小设计 能否保留魅族曾经的工匠精神呢 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 这台全新的魅族旗舰吧 从2017年9月iPhoneX发布以来 刘海平的发型似乎在一夜之间 风靡了整个手机行业 既使用户较苦连天 但是大家还不是用得美滋滋的 嗯 真香 光凭刘海认手机 恐怕是专业户也难认得出来 此次魅族16系列采用三星定制合作的 18比96英寸和6.5英寸AMOLED屏幕 面对行业的跟风现象 依旧没有采用刘海屏 而是在魅族15的1.175毫米超窄边框的基础上 进一步收窄到了0.93毫米 让魅族16Plus屏占比高达91.18% 同时还重新采用了MX4上的悬浮点胶的屏幕设计 保证了手机屏幕的可靠性 除了超窄边框无刘海全面屏幕之外 魅族16还在隐藏式的听筒内装入了更先进的线性量身器 而这种Bass级别的立体声效果 相较于小米MIX2S等手机的双扬声器设计 音质更好的同时也不那么容易被人窃听 让你在吃鸡时又不至于被手法控制 同时在听音乐时还能获得沉浸式的环绕声场效果 音质更好的 特殊油墨设计和分离式传感器 整个白色面板就只有2000万像素前置镜头凸显出来 当然魅族16首次采用了3D四曲面的玻璃机身 加上纳米级7层真空镀膜技术 以及7.4毫米的机身厚度 握持起来手感还算不错 也使魅族16成为了目前最轻薄的屏幕指纹手机 没错 这次魅族16全系标配屏下指纹识别功能 没有M-back腰元件 也没有后置指纹 当然这项功能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锁屏时 屏幕会显示指纹解锁区域 只要手指轻放在指定区域就能解锁 配合自带的脸部识别功能 让你轻松保护好你手机里的各种隐私 高通骁龙845的实力是无需质疑的 如果不搭载这款处理器的手机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高端极箭 魅族16系列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最高拥有8加256GB存储组合 虽然跑分现在都烂大街了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带过一下 跑分方面安兔兔为29万多分 Geekbench 4单核跑分为2412分 多核则为8981分 跑分成绩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运行主流的大型游戏来实测一下吧 此次魅族16采用铜管散热功能 30分钟游戏后 魅族16的机身温度为35度左右 而游戏测试时室温为21度 不会感觉太烫手 而在Gamebench软件上显示 王者荣耀开启高帧率模式后 帧率一直维持在60帧左右 而刺激战场则维持在40帧左右 表现还是不错的 此次魅族16采用了基于 安卓8.1的Flyme 7.1系统 全新的全面屏交互 除了结合MBAC定制的交互方案之外 还保留了全面屏首饰导航方案 当然还可以选择安卓的原生导航栏 让你上手魅族16后 没有任何不适的过度质感 新一代M-Engine触感引擎 这种横向线性马达拥有更安静 强劲的振动效果 而且魅族16系列还专门调教了 每个铃声的振动效果 让你无论在滑动使用手机时 还是在接听电话前 都能感受到音乐的立动效果 相较于环绕的立体生来说 拍照肯定是许多人购集前 需要细心考虑的一部分 魅族16系列后置依旧采用了 IMS380感光元件 1200加2000万像素双摄 搭配四轴光学方的功能 1.55M超大像素 以及1.3英寸的超大感光元件 同时还有全新的AI智能算法 这些拍照组件的成本肯定不会低 但是现在拍照也不单纯是 硬件上的比拼了 许多厂商在旗舰机 甚至是千元机加上了AI相机 而这个AI场景识别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在面对一些 不具备AI功能的旗舰对手时 魅族16就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了 只要举起相机 就能识别风景 植物 人物等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样张的对比 第一组白天样张 我们选择了小株林 太阳光照射加上大面积绿植 适合检验手机白平衡稳定性 和解析力把控 当放大三台机型的样张后 可以看到 iPhone X在竹林暗处解析力较差 而魅族16和HTC U12 Plus 解析力和宽容度 完胜iPhone X 不过iPhone X对紫边控制能力 确实更强 第二组样张选择在 花丛与文字logo处 鲜花加上光影的分布 适合检验手机的白平衡与宽容度 放大样张后发现 HTC U12 Plus在鲜花上 白平衡有些飘移 iPhone X颜色偏淡 而魅族16的解析力较强 接近肉眼可见颜色 连植物纹理都清晰可见 夜间样张我们选择在商场内部 这时候 魅族16的iMac 380 就发挥更大优势了 2.3分之1英寸的传感器面积 比iPhone X和HTC U12 Plus都要大 一眼看上去 魅族16的观感更好 而HTC U12 Plus色调过暖 画面显得较暗 iPhone X虽然画面亮度不错 但整体颜色暗淡 过暴严重 放大细节差距也更明显 魅族16不管是提升暗部 还是压制高光都做得最好 而HTC U12 Plus 已经黑得看不到小数秒 iPhone X则依旧是亮出过暴 暗出欠暴 来到前置美颜样张部分 魅族16拥有全新的F2.0大光圈 20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加上红软美颜算法和自适应美肤技术 在美颜效果上可是抛开这里的选手几条街 虽然iPhone X没有美颜技术 但我们开启美颜相机后拍摄了样张 皮肤的细节还是没有处理好 而HTC U12 Plus 即使有了前置美颜功能 效果还不如用美颜相机的iPhone X 总的来说 iMS380旗舰感光元件 提供了一种抵大一级压死人的画质 而四轴光学防抖 三倍无损变焦等硬件级别的提升 让魅族16系列能在旗舰手机拍照中 排在较前的水平 魅族16是刘海平大潮中不盲目跟风的一员 而深度定制的全面屏 加上超窄边框带来的屏占比 以及屏幕指纹识别功能 让我们看到魅族的极致追求 而骁龙845旗舰处理器的加入 让魅族16在面对一众安卓旗舰更有底气 同时无损变焦双摄 M-Engine触感引擎 背锡立体声 以及Flyme 7.1的加持 已让魅族16在硬件堆切的潮流之中 有了那么一种不走寻常路 潜心打造极致产品的意思 相信魅族16会获得不少科技爱好者的青睐 那么你呢 更多新奇有趣的手机资讯 请继续关注我们PC Online手机频道 我是晴涵 我们下期同意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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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